进界法师 菩萨界为何要禁止续养动物 磅生去终遭杀害 细腹打等种种苦 诸离济烈尽善者 互相吞淡及暴饿 畜生道 人类为了要得到他的肉 为了吃他的肉 往往就是把他的身体给杀害 把他的命给夺去了 或者说把他绑起来 关在小笼子里面 这种细腹的痛苦 我过去也有一些经验 我们平常可以在山中 经形一下佛堂拜拜佛 很自由 但是如果我们曾经 有闭关的经验 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当然有时候跟法相应 那时间像不可得 空间像也不可得 一念心跟法界相应 那也没有里面外面的差别 但是当我们的修行不得力的时候 你的心就很想要去外面走一走 而现在闭关在里面 你会觉得痛苦 就好像一个动物被关在笼子里面 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 你看一个动物 我们只是被关一个月 或者几天 有些动物一辈子被关在笼子里面 你可想而知那种痛苦啊 它虽然是动物 但是它追求自由的那个心情 跟我们一样 所以菩萨界里 禁止菩萨弟子 需养动物 就是这个原因 你把它绑住 造这个业是不好的恶业 动物长时间地被欺负 甚至被打 杀等等的痛苦 畜生到受欺负打杀之苦 这个痛苦是谁干的呢 离珠寂灭敬善者 寂灭是一个果相 是一个趋向于涅槃的寂静乐 怎么达到涅槃寂静乐乐呢 就是敬善 这是一个音象 就是修习种种的戒定慧 勤修戒定慧而趋向于涅槃者 叫做寂灭敬善者 离珠就是这个人 根本就不是修行人 也不深信因果 他就干出了这种戏腹 打杀动物的这些事情来 这个是讲到畜生的痛苦 其次互相吞淡即暴饿 动物之间互相的接触 弱肉强食 我们山上有很多蜥蜴 蜥蜴跑出来 看到螳螂 蜡蜂 他看到以后一下 就把它咬住了 咬住以后 鸟 麻雀 一下子又把蜥蜴咬住了 但是这个麻雀吃蜥蜴的时候 它可没快乐地吃 不像我们在摘堂里面 念佛号 内心很安静 它在吃蜥蜴的时候 是东看看 西看看 极度不安 因为它很怕别人会攻击它 畜生到的生命 长时间就是处在一种 非常恐惧不安中 睡觉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有一点小动静 就醒过来 马上觉得很紧张 随时感觉到有人要伤害它 有动物要伤害它 几年前 有一个杀人犯 这个杀人犯相当狠 在黑道里面也是很有名气 人很年轻 犯了几宗杀人案以后 政府实在是受不了 下令几个月之后 一定要破案 警察抓得很紧 过了几个月以后 这个杀人犯从山上下来 投案自首 记者问他 你为什么投案自首 你躲在山上 也没人抓得到你 他说我整天在那个地方 吃也不安 睡也不安 我宁可出来 接受法律的制裁 所以说 内心不安的痛苦 有时候是超越色深的 因为那个几乎是 没有间断的痛苦 这个就是畜生到的痛苦 戏腹打杀 互相吞淡之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